如果我們真的可以走出戶外的時候 你想的是 让小孩恢复他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尤其是台湾这个环境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文 历史 地理 生态 东植物 哪怕是就在你家旁边一个非常人工化的公园 可能都会有远远超过课本里头那种单项学习 有的丰富的内容 要带小孩出门的时候 先是要回顾一下自己想要带小孩出去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当我们愿意跟小孩站在一起 仿佛我们就是那个仍然在学习的那个人 那我们就比较容易跟小孩站在一起 去重新体会到学习的快乐 重新看见一个发现的乐趣 或者重新体验到超越了一个困难 或者完成了一件事情的实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